Hello Hello 好 大家好 很久沒見 上星期沒做節目 今個星期現在才補回 上星期一本來想做 但見面有點不舒服 我就說是星期二 星期二已經徹底下落了 現在就等聽眾朋友進來 我先分享出去 之後我們可以正式進入主題 會說什麼呢? 會說說我的 中招經歷 為什麼會中招是一個迷來的 中就中了 我正在說流感 但整件事都很傻 整件事 你拿走 不要吵 好 我分享到我自己那裏 就可以開始說了 你們會不會覺得太暗 背部 要不需要我開光一點 其實後面也只有毛毛走來走去 我家裡有八隻毛毛 八隻八隻八隻 對 因為我有兩個退役的女兒 她在我的長生 之前負責生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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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什麼想問也好 想預約 想留 想退 什麼都好 就麻煩統一傳到9170-2922的WhatsApp 我意思是不要傳到頁面 頁面的INBOX其實是沒有確診和覆蓋的 原因是因為我們想統一所有管道 回覆大家的詢問或預約 舉例如果你傳到INBOX 我覆不了你 因為我的期間不是我拿著的 我有個同事專門負責做預約 然後可以交給他回覆 他就會看9170的電話 例如有什麼產品 例如紅茶菌我要留資給我 或者我用了我不會用 或者有什麼不明白 或者想預約什麼時候等等 全部通過9170-2922的WhatsApp 我們會回覆的 你放心 而且不止只有一個人看 所以我們會確定可以回覆的 如果真的同事覆漏了你 不要緊 提一提我們 我們會回覆的 放心 所以如果之前傳到Facebook頁面 麻煩幫幫忙 重新傳到9170-2922 不然我們都怕會重覆 即是說A覆完B覆完B覆完 然後大家又不知道頭不知道路 所以還是拜託大家 傳到9170-2922 好不好 好 接著就是 就是關於一些人說 你那個Post 你說這個 流感的死亡率這麼高 其實我相信你的資料 我相信你們的資料 但因為我找到的都是一月的資料 我不知道每一月之後 可能已經告別了流感高峰期 所以我看到的排率不是up to今日的 也不是4月或3月 我讀給你聽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於2019年1月2日宣佈 香港已進入冬季流感高峰期季節 今年首8週 衛生署共錄得480宗嚴重流感個案 包括所有年齡人士 當中包括254宗死亡個案 我是很低能的 我把254除480 就乘100 我想就是這樣 就是52.9 我是這樣而說它近五成而已 其實不是近五成 而是超過五成 52.9 即是53 當然這個數字 它一直都有變化的 舉例 現在 如果過了流感高峰期 疾病沒有那麼強 然後就會變少了 不出奇的 但是因為我看到最新的資料是這個 我發出那個更恐怖 是11天死的13個 我沒有拿那個數字 因為更恐怖 上個星期之所以走的數 本來應該是星期一做的 讓大家知道 星期一沒有做到 因為 見不舒服 所以我打算 星期一睡早點睡 星期二早點做 星期二已經不行了 OK 那是怎樣的呢 是 是很恐怖的 真心 就是呢 我要承認的是 我是很 釣意輕心的 我不知道 第一 我沒有懷疑過 沒有想過是流感 第二就是 我自己在家裡點 就是我沒有去到 因為我發病過程中 我沒有去到醫院 說醫生嗎 我是不是流感 我是不是奇人怪狀的東西 沒有 就是完全 我完全不認識 這件事原來可以有多嚴重 真心的 我相信你們會比我更厲害 我還在那裡按照顧 就覺得 嘩 很辛苦 然後就 躺在床上 就這樣 如是者就過了幾天 OK 接下來有一點點錄音 我想播給大家聽 但是 就會有 多少粗口成分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OK 對了 我看看是不是這個 星期二 是不是很經典 OK 不是這個 抱歉 前後左右的人全部一流感 OK 好了 現在開始播了 我想大家是大人 大家平時都有出街 出街都會聽到人說粗口 對不對 如果真的不聽到粗口 你掩著耳朵 因為 不是想來聽粗口 是因為我們平時的對話裡 多少有一點點 OK 這樣就照聽 如果接受到 接受不到 就掩著耳朵 我公司前後左右的人全部一流感過 我也很清楚 不過我沒有中過的原因而已 OK OK 接著就 你說你整間公司人都中過了 他們是不是都是做這些 那些尿鼻鼻的快速測試 OK 接著這裏呢 一種呢 是在一兩個小時內 就已經好像中了不知道什麼病毒 會立刻 暈啊 吐啊 接著整個人虛脫 他們已經沒有這條命了 已經全部馬上進醫院了 已經見不到他們了 OK 我這次自己都有畫過底線的 就是我有想過 如果去到下個星期二 我都還沒搞得怎麼樣的話 我都死死地要入廠的了 哇 但是你那班同事是指責的 OK 這就是我跟真理寶寺平時的對話 OK 事源是這樣的 我呢 剛才所說的 我完全輕敵 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是怎樣的 上個星期一 我就 見 我做了什麼呢 上個星期一 我去執骨 OK 有一個非常高的高人 不要問我拿名和電話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想被 不會有什麼利益輸送 然後 為什麼會這麼貴 你一定有回勇 那些不想聽那些話 所以這個高人 就是你報電 去找他 那當初我的反應 我還覺得 哇 傻的 你說這麼貴 就是很多千元一次 去看 而其實他收 其他人來收 一萬元一次 然後我就說 瘋了 你發了 然後他說 不是啦 真的很好啦 然後我看到他收拾完之後 他好像有些很美好的變化 那我就說 好吧 如果真的收拾完之後 我就可以一直找人 沒事的話 那好吧 去吧 那我上個星期去收拾 我記得我收拾的過程裡面 我已經有幾聲咳嗽了 那些東西亂說出來 就是抹大口便秘 然後就肚子都倒出來 那所以呢 我就覺得我不足夠的 那我就跟了幾個朋友 那反而就做一些比較輕鬆的遊樂活動 那他們都留意到我咳嗽的 在第二天睡覺後 我已經知道大差獲了 那我就要去看醫生 那我當然要去看中醫 我這個人 那我去看中醫 那中醫幫我針灸 然後我就回家 然後我就消失了 我消失了是來回地獄 又截反人間的那些 禮拜三、禮拜四 是見不到我 聽不到我的消息 那有人問我 你去了哪裡啊 然後我就說不行 那我的意思不行是怎樣 是 那兩天裡面 我想我清醒的時間 不會超過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就多給他 那兩個小時是包上 或者下床去休息 那些時間 是直接在床上 是擦不大眼睛的 你想擦大眼睛都不行 然後很快就合起來 然後很快就暈了 不斷地睡 而最明顯的症狀是什麼呢 就是全身骨痛 那些骨痛到 你只是說是風吹也不行 轉身呢 就是睡在床上 身上貼著床 都不行的 都是很痛的 那我就一味很擔心 我外面那八條毛毛 會不會餓死 但是你真的下不了床 爬不出來 把東西給他們吃 OK 很糟糕的 那就不斷地 我們叫做 Lapse in and out of consciousness 就是你無法清醒地 保持著一個能夠 function的狀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住過醫院 我以前試過住醫院的時候 如果打了很重藥 或者你真的病得很重要的時候 是這樣的 就是一直住睡的 而你想睜大眼睛一點也不行 就是那個狀態 我還記得我負責幫我安排 我預約的同事還在說 不行的 不可以再改了 你的預約已經改了很多次了 然後我說真的不行了 你幫我改吧 接著去到最可怕的部分是什麼呢 就是 我是發覺腦子有些問題 OK 這個我後來做research 才知道什麼事 但記住啊 我說那幾天 我完全不知道是流感 我只以為自己感冒吧 傷風 就在床上搭 心想一向都不喜歡看西醫 不想吃西藥 不想在家裡摺 這個我承認是我的兄弟 我再說一次 我也不是建議大家這樣做 千萬不要 但是呢 我是擔心那百條毛毛餓死 我也走不出來 然後急到快要賴 我才爬出去的洗手 然後立即跳上去 立即再睡覺 OK 那 為什麼我說呢 發現腦子有問題呢 就是 我明明是發夢 把一些不應該傳的內容 傳出來給朋友 然後我睜大眼睛去查WhatsApp 我分不出夢境和現實 你明明我想說什麼 OK 我自己在那裡找過電話 死我傳了給誰呢 那段東西不能傳給別人的 我傳了給誰 然後找完一輪之後 我才發現 喂 其實是夢來的 你沒有真的傳到這個訊息 你全程睡了 你怎麼可能傳了訊息給別人 你明白嗎 你的腦子就開始混亂了 裡面已經開始錯亂了 然後我就走出去 打算衝中藥 因為我不是說我禮拜二看了一支中醫 老實說 那位中醫不知道我那麼大問題 因為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那麼大問題 那我就拿去開藥 那是藥粉 那我就記得我拿著一個鍋 然後第一次我就煮了熱水 把藥倒進去 攪拌均勻了 準備喝的時候 我想突然這樣看一看 咦 糟糕 糟糕 是四月頭的藥 那劑我好想沒有塞進口 因為那劑如果塞進口 應該會很嚴重的 是保氣的那些藥 OK 然後我馬上放下 那我就立刻想要再煮多一劑 我就倒了水 倒了包藥 然後我就說 喂大哥 你現在煮湯嗎 你明白嗎 你冷水落鍋 怎麼鬼 就是 你發覺你的Cognitive Function 就是你的認知功能 已經錯亂了 就是你分不到誰先 誰做後 明明是發夢的東西 你現實裡面分辨不到 但是我都還沒有精神 走去研究 到底我現在的精狀是甚麼事 到底我是不是流感 我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件事 OK 那我就斷食 當然這個時候 我經常都說 You're body knows better 你的身體是比你醒醒的 你真是知道甚麼事 你真是不會在這個時候 弄鬼你 叫你吃東西 吃粥水 那些 沒有的 OK 就是完全沒有餵口吃東西 甚麼都不想做 我只是不斷地這樣睡 OK 星期三還是星期四是暈倒的 你當我48個小時 你應該暈倒了46個小時 大約 直到我有個朋友 發訊息給你 我真的要過來看你 I insist 他說 那一刻我心裡就覺得 如果你有甚麼事 我陪不回女兒給你爸媽 老實說 其實你不如你不要過來 或者你過來 你真的要戴口罩 然後我也要戴口罩 因為我知道這件事 非同小可 很恐怖 那是星期五 星期五 我終於回到 星期一幫我執骨的那位高人 我事先發訊息給他 我說我很生病 我很辛苦的感冒 我還未說流感 因為我不知道是流感 然後那位中醫師就說 我煲好藥 你過來 那我朋友就扶著我去 那是我記得從他在執 dump的過程中 我說是有幾 Mein正有省 我要暈 我會暈倒 нутрь 然後我已睡醒了 我休息後也起床 我當了車害 知道他已經很流勵 很勢力地幫我收拾 但中間真的要停幾次 因為真的很不行 收拾完之後 我和啫喱布丁和我的朋友一起吃飯 收拾完的確好一點 吃到東西了 我想我中間沒有吃三明治 吃回東西了 啫喱布丁在改一下就跟我說 他就說 你那些應該不是感冒的 你應該是流感 然後我突然說 咦? 流感? 我沒有想過是流感 然後他說 你沒有什麼症狀的 你值得咳嗽 你沒有其他東西 然後我說 是 然後他說 你沒有鼻塞 你沒有流鼻水 有什麼喉嚨痛 你沒有那些 我說是 我整個公司全部都中了 所以我很清楚那些症狀是怎樣的 然後呢 他說這次和你離得很快 我說是 我吃成是 我熬了一天左右 已經不行了 那如果你聽回他剛才的錄音 他剛才的錄音很棒的 就是呢 他剛才的錄音就是 有粗口那個 有粗口呢 全部都直接進入了廠 他們全部一種 一兩個小時內 就已經好像種了 不知道什麼病毒 會馬上暈 吐 然後整個人虛脫 他們已經沒有這條命 全部馬上進去醫院 見不到他們 那一刻呢 我和謝里布丁 在吃飯和我的朋友 三人在一起 然後我就說 咦 是啊 可能是流感 那天我發現了新大陸 很爽 然後我就說 喂 我不是應該去做一個測試 其實那一刻 上個星期五 我能吃東西 其實你知道 你的身體已經是 七成打贏了一場仗 其實 但是呢 那時候我還在掙扎 我還在說 但是現在去檢查 那麼遲才檢查 會不會檢查不到呢 這樣 然後我就問一位姑娘朋友 那位姑娘朋友就說 是啊 你的尾聲 菌沒有那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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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concentration 沒有那麼高的時候 那你可能檢查不到什麼 這樣 但是我心想寫就寫 一千就是一千 這樣寫就寫 去檢查 那我就真的走了 那我真的走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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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報告了 OK 大家看到嗎 OK 就是 Influenza A Viral 就是甲型是negative Influenza B Viral 就是positive 我去到的時候 我去到的時候 很好笑的 我戴著口罩 然後我去跟我朋友去 沒有什麼東西 就在那裡等 等… 等等… 等了很久 OK 等也沒有 還沒多 然後有很多人 聖Paul 私家醫院 都說 死了 我就說 好快七七八八 如果你想像我星期三走去 已經都剩半個命 眼睛也目不大 其實要等那麼久 我真的會崩潰 就在那裡等 等到最後 沈了一支 棉花棒的物體 被鼻子的鼻子很高 然後咬到你的眼水都流了 然後就說可以了,你回去等 然後我說,你無論多少點都打給我 然後就沒有收到電話 翌日打回去的時候,哇,她殺有戒指 哎呀,驗了,有啊,你越形啊,越形流感啊 你快點進來拿特品福 然後聽到這個位置,我就覺得 嗯,OK,我怕不會馬上進來 我想想,現在進來你真的要收拾我吃 我不要這樣 那我沒有吃藥,我都已經康復了 我怎麼進來吃藥 所以我是去到剛剛做節目之前 我才這樣讀讀,拿了報告回來 我拿了報告,其實是給大家看的 是真實的 但是呢,我就說,我愚蠢了 因為我不認識它是這麼大件事 那現在這個時候呢,我覺得呢 就要告訴大家 其實,流感和一般感冒的分別是什麼 OK 流感的話,就是病情快速 OK 高燒38,39度以上 發燒全身酸痛 之後出現咳嗽症狀 桌眷感,頭痛 OK 鼻水、鼻塞、喉嚨痛 較不明顯 是真的 我沒有這些流鼻水、鼻塞 喉嚨痛 沒有這些症狀 我自己 只有被人打了一身 還有七雙拳 然後頭爆痛 因為我平時跟貓玩 關心牠們 我會蹲下 蹲下 蹲下坐在地下 或者蹲在這裡 和牠們玩 那些貓就會八隻 這樣兩隻 這樣圍起來 但呢 那個頭是腰刮的 就是那隻痛 OK 而且我就 這樣 我撕上去了 這樣 全身痛是很明顯的 OK 咳到死人淋漏 咳到肺子黏著 咳到有腹肌 咳到連背部也痛 這就是流感的症狀 所以如果你發現你自己或身邊的人是咳 但沒什麼其他症狀 然後他全身痛 頭痛 發燒 你彈遠一點 你叫他戴口罩 你也要戴口罩 而且立刻推他進醫院看 我自己不進醫院是我的事 因為老實說我自己一個人住 我死了都是我自己死了 我的貓都交代了生後事 所以沒事的 但你一般人正常上班有同事 還有家人一起住 就不要這樣了 因為我經常說這條命不是你自己 這條命是很多人的 而且你有什麼嚴重的事 老實說我自己也是 這次回想起來才會害怕 燒壞了腦那怎麼辦 之後就這樣流口罪 要人照顧 我那一刻不懂害怕 我後來才知道其實很恐怖 之後我好回來 我搜尋一下 其實人類對這種流感 是沒有什麼抵抗力 沒有的就是接近零 就算你打了疫苗也好 他的保障都是非常之少 是少到荒謬 少到是十幾至三十個百分之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數字 即是很低 你打了就等於沒有打 然後就是 他的死亡率 我剛才計算那個 And again OK 我剛才計算那個數字 出來 我是根據衛生署的 哎呀 我播之前有告訴大家 我又說了不聽得出口那些 請避開呀 請回避呀 那些 那我就說 我剛才說那個數字 是1月2號衛生署 衛生防護中心公告的 OK 是今年首百週呢 就480個 嚴重流感個案 包括所有年齡人治 不只是小孩和老人家 有254個死了 那就是254除480 然後再乘100 This is what I did 但是當然啦 現在的數字都不同的 因為隨著季節變化 我明白的 OK 另外一個就是 11日死了13個 月刑 OK 但是呢 阿姐寶甸哥都說 喂 你也很厲害 或者你 你熬了兩天 這樣 還懂得走 是去到第三、第四天 逛低了 你沒有進去醫院 沒有吃過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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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生同和斷食有用 這樣 真的呀 那我自己覺得是 如果我還在這裡 昂朝朝 還在這裡喝足水的話 我應該的情況 不是這麼樂觀的 而且 我有做其他事情 當然 我都說 這是我個人選擇 我不吃西藥 我是一個草藥人 但你聽到我最後的錄音 我都跟姐姐寶甸說的 我說呢 其實呢 我自己是有個盤算的 如果呢 去到最後 我這次自己也有畫過底線 我有想過 如果去到下星期二 我都還沒搞得到 我都死死地要入廠了 但是 你那班同事是指責的 我很壞的同事是否指責 然後她就回覆我 就說她同事不是指責 而是砂糖做的 她們就 抬頭一凍一凍的零食 你知道零食通常都是什麼 蛋糕、餅乾、麵包 她就說那一凍東西 就會隨著 9點、10點、11點 隨著時間的流小 就會越來越冷 你聽到她們 就是說一中了 一兩個小時就已經不見了 人直接入了廠 是入廠 不只是去看看醫生 我剛才拿報告的時候 我跟姑娘聊天 我說其實呢 多不多人中 她說現在少了一些 她說多的 但她說辛苦 我都覺得很辛苦 她說你吃了一口吻覆沒有 我說沒有 她說其實不要緊 吃不吃都可以 她說吃了快點好 但都不是真的馬上會好回來的 因為說到尾 你看我講了很久 其實你靠的 游施始終 都是靠自己身體的抵抗能力 如果不是為什麼外肢病這麼慘 因為她已經是廢了抵抗力的部分 我的貓在拆了房子 喂 小孩 所以就是 我會跟你說 我自己做了什麼 我做了什麼 我做了什麼 是令我自己 我覺得有幫助 你不要覺得 我的方法一定正確 你也不要 如果大家的例子中了 就想著用我的方法 然後不聽醫生說 因為我承擔不了這個因果責任 我沒事 我為自己的命負責 當然可以 但是 你的命不是你自己 記住 你有爸爸媽媽 然後你有另一半 還有子女要負責 所以不要像我這樣 膽粗粗 但有些東西 我可以和你們分享 我覺得是有用的 OK 那就是 你之前見過的 這些 銅杯 這個是銅杯 這個是銅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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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銅壺 這兩樣東西 就是 留意一下 外面有很多銅壺 銅壺 那一句 不是事必要你給我買 你就不要給我買 但是 我想你留意這件事 就是 外面有很多 它只有一層很薄的 就是它只是薄薄的 封一層的銅 就不是整個100%是銅 如果它只有一層的銅 你會留意發生什麼事 就是你洗一下 洗一下 那層的銅壺就沒有了 尤其如果你搓 那你洗杯你會搓 它就會沒有了 有些更奸 它就只有一層的 甚至只有內面 甚至只有外面 那就完全拿不到銅壺的好處 OK 那第二件事你要留意 就是 我們所謂的窩釘折駁位 你看到這裡是不是有手柄 OK 你看到這裡 是沒有窩釘位 對不起 沒有窩釘位 為什麼呢 窩釘位是會生瘦的 生瘦 你就會 那些銅啊 圓啊 那些生瘦 就是你身體不需要 但是會被吸收下肚子 OK 那這些本身 它是抗菌的 就是抗菌的 OK 也是幫助你身體對抗病菌 這一段時間 我在這裡做什麼呢 我就喝鹽水 OK 鹽水 不要說是商業 你鹽水 就這樣下去買喜馬拉雅鹽 或者海鹽 如果你真的感冒初起 或者是 對那句 如果你真的懷疑是流感的話 請你第一時間 不要去醫院 OK 不要拼搏 因為這件事太恐怖了 Horysland 還有三次很奇怪的東西 第一次是破傷風 第二次是吃肉菌 第三次就是今次 OK 三次都是CAM 這些東西 我當時就是把鹽水倒進去 然後用這些拿著 就用它來喝 因為它殺菌抗菌 你知道 不論它是viral 我們說是viral virus virus 細菌 還是bacteria 病毒 OK 有兩樣東西是有用的 一個就是痛 另外一個就是椰子油 我沒有放在這裏 但椰子油 那幾天我太病 但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也是好的 就是你含著一根椰子油 其實我有在櫃子裡 不過要走去拿 你含在口裡 你浪 浪 浪厚 上呼吸到都是細菌的時候 就做這件事 一邊浪 浪過15分鐘 這樣 然後你會發現浪到 它全部變成奶白色 這個時候 你吐出來 再用鹽水浪厚 先再拆 我拿東西之後 稍等我一會兒 好快 OK 油拔不只是針對感冒、流感有用 例如有些人說想牙齒白一點 或者是想預防疾病 想對身體好 這也是可以做的 因為一個湯匙放在口中 現在你見到 夜之油的溫度因為暖 是液體的 下面還有少許固體的部分 它是24度的時候就會瀝 我經常說用什麼油煮食最安全的 就是在室溫下會瀝的油 例如椰子油、牛油、紅棕櫚油 甚至豬油、鵝油、鴨油都是安全的 當然如果之前沒有聽過 那幾個心血管疾病的人不太明白為什麼 留意整個歐洲的脂肪吸取最高 尤其是飽和脂肪最高的 是法國的 而它的心血管疾病是最低的 飽和脂肪是保護心臟的 所以我們要提高 我們日常生活中飽和脂肪的攝取 我的兒子找我 也想找大家 等我一會兒 我拿他上來給大家看 你知不知道你很久沒有做節目了 我說的不是亮相 是做節目 你可以乖乖地做一做節目 成蒙大家的包含、包鹹、包肉 抱歉 所以我剛剛那星期 我整個星期休息 我根本沒有回公司 沒有見客 沒有做任何的治療 我基本上就是天天在這裡睡 還有斷食頭幾天 之後就開始吃東西 都是一天一餐 大家看到我今天是精神了 樣子、皮膚狀態各方面都比之前好 因為真的很累 我知道香港人大部份都很累 但是創業初期是很多事情顧著的 所以你說為什麼會中了這件事 在哪裡中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並沒有 最近我並沒有見到任何的 訪問的客人是中了流感來找我 我是不知道在哪裡中的 但是你之所以會中 就是因為你的抵抗力弱 那你的抵抗力弱 最主要是受人的影響 休息不夠 OK 最主要是這件事 正如人們中肺炎 好人好者你不會中肺炎 因為肺炎 那些菌是周圍都是的 但是什麼人會中肺炎 而中的就很嚴重了 為什麼呢 代表你的抵抗力非常弱 你才會中到的 OK Marian 你可以坐高一點點 讓大家看到你有多漂亮 你知不知道你很漂亮 嗯 你把小筆給你自己摺到 變成了三角形 嗯 是不是很漂亮 你看看你多漂亮 你真的很漂亮 嗯 擔心死你了 媽媽那幾天不見了 你害怕媽媽死了 沒有人餵你 嗯 哎喲哎喲哎喲 我令他死的胖子很重 OK 第一個是銅杯 銅杯 它不僅是對殺菌和消炎 有些人經常說 這樣很容易喉嚨痛 殺菌和消炎有幫助 它對平衡你身體裡面的礦物質 幫助你身體的礦物質吸收是有幫助的 而且在印度阿瑜伏地的角度 它是幫助你身體平衡你的地水火風 譬如如果你的地太多 即地元素太多的話 那你會很重啊 很聚啊 下盤很大啊 接著很容易便秘啊 接著腸道健康不好啊 那人很重身 而且受不了 這是地元素太多 如果火元素太多 就是人很燥 很猛 OK 心血管疾病 會有 然後睡得不好啊 OK 這個是火元素 另外風元素 風元素太多的人會怎樣呢 就是會 lightheaded 就是會輕飄飄 容易頭暈啊 然後頭痛啊 血壓會飆升啊 OK 現在媽媽有沒有說一件事 看到你已經忘記了 會有這些症狀的 是它的風元素太高 但風元素高也有它的好處 地水火風元素呢 最重要其實是平衡 太多和太少都會影響到健康的 那麼四樣裡面儘量拿到它的平衡 OK 那麼地水火風 啊 水啦 水如果太多的人 就是水腫 水腫 然後排不到水 腳會腫啊 手會腫啊 接著會容易有糖尿方面的疾病 這個是Ayuvida 印度Ayuvida的角度 他們就說銅杯是用來平衡地水火風 這四個元素 中醫的延伸就是說是金木水火吐 這五個元素 做什麼 你很可愛 哎呦 OK 這樣坐好嗎 這樣坐 哎呦 哎呦 嗟死 嗟死 OK 對了 乖 這個兒子真的很嗟 你是不是很嗟 嗯 OK 好了 所以就 這個銅杯 還有一堆甲狀腺是好的 我本身甲狀腺以前是有問題的 所以就 你用這個代勞 這個也是那句 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打不爛的 就是它整個都是銅來的 你掉落地 它大不了真的凹了 但是它不會爛 OK 所以就一隻可以用一輩子 反而水晶杯 因為它是玻璃 OK 它是會爛的 你掉落地 那你最好不要掉爛的膽 因為你沒有爛的膽 只是外面是可以配到的 OK 然後我另外就有用什麼 令我自己康復 OK 記住我喝鹽水 鹽水另外就是我會 每個小時 就是每個小時 喝維他命C水 維他命C水不是炸的 是檸檬的 檸檬擠 擠了檸檬汁下去的維他命C水 濃的 OK 滴進口 OK 好了 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這東西 叫做Powder Arco OK Powder Arco 大家不太能看到他的樣子 一片片 這邊好像 一片片 這個中文名字很少 叫做黑種內樹皮 OK 那它是什麼呢 它是南美洲一種用了很多年了 它最早的紀錄是去到1873年 OK 它不是要它的外面 它是要它裡面的皮 它是用來處理什麼呢 它們傳統以來 就是對關節痛 對痛症 對發炎 發燒 以及各種的cancer 那這一種呢 有人將它製造成清除 即滴進口 甚至有膠囊 但我也是那句 如果你可以看到它實物那些 就是燕盞 一定是最美的 製造的那些 就是燕碎 是沒有那麼美的 OK 它是一棵長青樹 它有些很美的花 Powder Arco 它有超過百種不同的品種 但只有很少是可以製造 用藥的 OK 和好味沒有關係 但是它裏面 有兩個很有效的成分 OK 哇 難讀了 Napthocinones OK Napthocinones 那麼 就是再分兩種 就是Lepichol 和Beta Lepichol 是兩種來的 那這兩種 那它會做什麼呢 那它做什麼呢 就是堆壞Bacteria Fungi Viruses 對抗發炎 對抗發炎 那些就是周身骨痛 全身發燒 那些 對嗎 OK 就是用 我先講一點 Cancer不是今集的主題 不過我先講一下 5年 Oncology Reports 一個關於腫瘤科的醫學期刊裡面有說到 Lepichol 是有 great potential as an application in fighting metastasis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阻移癌細胞 由一個器官轉移去另一個器官 OK 對了 那 Metastasis 對不起 我還沒康復 你也還好 Metastasis is the major process responsible for the death in cancer patients OK Recent research involving Lepichol is promising 很有用 OK 看到它非常之有一個 就是 好的前景 這樣說 OK 對了 這個Lepichol 它是antioxidant抗氧化 以及antimicrobial 微生物 阻截微生物 阻截細菌 阻截病毒 阻截 另一個中文叫什麼 真菌 OK 以及寄生蟲 我強調它是不好喝的 但是它很有用的 而它裡面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selenium selenium是一種礦物質 是幫助身體處理壞死細胞 以及氧化了細胞 好吧 那麼它對你的新陳代謝 有很大的提升作用 所以我平時如果回遇 做療症患者 我也叫它要喝 一個 沖水 吃到的是水 喝 lindo 好吧 有的店當買 cose 137元 在美國買的 在南美開彩的 對吧 第一个好处是减少痛症 包括癌症患者的痛症 也有效地降低痛症 在2001年 在BMC Pharmacology的研究中 则是痛减少疼痛 减少疼痛和发胀 然后有肺酸症 与胃里面有过多细菌增身 包括这些酵母 在口腔、女性阴道、肠 它是对于你身体恢复平衡 有些女生經常發炎 有些是胃酸倒流的 這是有幫助的 如果你經常頭痛 很難集中精神 經常很累 胃痛 有糖依賴症 這個會幫助 因為剛才說的症狀都是跟酵母增生有關 第三個是降低身體的發炎情況 如果你的身體不斷地打仗 沒有辦法把身體內殘餘的腦肺細胞排走 而因而異有發炎的情況 發炎基本上是九成疾病的根本 你需要對抗發炎的東西 薑黃是很有用的 其實我這段時間 我更加應該喝的是鹽 胡椒 薑黃 水 但因為你已經病了一隻狗 你已經沒有心機再去找薑黃 而且我搬了屋 薑黃 胡椒 薑黃 胡椒 鹽水 浸在銅湖中 然後每個小時喝維他命C水 再喝這個就很穩陣 這個我想大家可以準備在家裡 大家例如你中普通感冒也好 還是你中流感也好 這個都會幫到你的 但如果舉例 你是想去幫助自己的身體對抗 例如烤喘 關節炎 腦退化症 癌症 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高血壓 如是等等 其實你都是要處理發炎的情況 2014年是比較新的一個 medical journal The Journal of Toxicology Sorry The Journal of Toxicology Sorry 我真的還沒康復 Toxicological Sciences OK 就發現Poderarchal 是有increased expression of Nrf2 target genes in the intestine 那Nrf2是什麼呢 是一種蛋白質 它就是令到你的身體能夠保護到 對抗受傷和發炎 OK 而當你喝這個的時候 它會增加抗炎的功能 如果你不喝的時候 它的對比就差很遠 如果你有發炎的情況 它這個功能會跌很多 所以簡單來說 它會降低痛症 它會幫助對抗酵母發炎 降低發炎的情況 包括你那些周身痛 OK 如果你有癢癢 譬如胃癢癢 腸裡面有癢癢 這個可以幫助 OK 然後對抗Cancer Beta Lepicone 是在它裡面的 能夠幫助癌細胞 不要轉移和滲透 OK 然後呢 是有Antiviral 即是對抗細菌感染 和真菌 和病毒傳播的功能 OK 幫助身體排毒去廁所 OK 我值得說一點點 就是因為我現在 在說流感 流感是Viral 是一種Virus OK Beta Lepicone 是在Polyarco裡面的 它會做些什麼呢 它會抑制 Virus 就是這些細菌 Virus是細菌 中文叫做西菌 但我先搜尋一下 我怕我說錯話 我現在還沒有回來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到 還是有點慢 病毒 病毒 yes OK 它抑制病毒裡面的酵素 Inhibits the M signs in virus cells OK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synthesis of DNA and RNA 變成Virus 沒有辦法再繼續生長 它沒有辦法再繁殖 因為它已經 裡面的酵素被抑制了 它就斷了 舉例 如果我的身體裡面 是有50萬顆的 這一種的流感Virus 我喝了Polyarco之後 病毒 謝謝 它就 制止了 它停止了 它不能再發 如果它不能再發 這段時間你斷食 OK 就算你說 大哥 我可能病一兩個星期 因為這件事真的很長 你未必斷食得那麼長 不要緊 你吃東西 你生酮 其實生酮是很接近斷食的 在身體的角度看 OK 所以就變成了 當你這個Virus 這個病毒 它的M signs 被inhibit了之後 OK 你就會發覺它就沒有辦法 去replicate 它沒有辦法複製自己 以及它沒有辦法再影響其他細胞 所以這個 真的要開門 還有這個 我都可以告訴你 你香港買不到 因為它是南美特有的 OK 所以就看定門口 而另外一個 就是這個叫Hibiscus Hibiscus 如果是外國生活過的人 都知道這個 在我們開門口 這一種 為什麼我說 我用維他命C 沖水喝 還有我用Hibiscus Hibiscus 沖了出來 就是好當當的 酸到爆的 如果你不喜歡那麼酸 你可以擠少少的甜菊葉下去 那就變得很好喝 比我酸梅湯 它裡面的維他命C 是自然的 就是有維他命C 跟著有 這個 這個 它整個 維他命C 一組 在裡面 而不僅是 可以 這個 因為 為什麼我們說 就是 我外面買維他命C 很便宜 是 沒錯 但是呢 這個老實說 是125元 其實不貴的 老實說 你每次扔一兩顆 你會用到整個月的 而它的維他命C 你知道它是整存的 就是你的身體 不會當是異形 這樣 不吸收 就排了出來 OK 因為它的維他命C 是整存的 所以你的身體的運用 是差很遠 正如魚油丸 不是魚 維他命C 不是檸檬 或者是木筋花 所以你要吸收的話 請你用真的 OK 我這次是撿了身材的 我不認為 如果你們有任何人中了的話 要像我這樣 在家裡 睡好他 但是在最後的日子 記得你靠的是你自己的 身體的免疫功能 真的 在最後的日子 沒有東西救到你 如果你的免疫功能是 compromise 就像我們說的 外肢病患者 是沒有東西救到你的 所以你平時真的要休息得夠 還有你把你糖的攝取降到最低 而你盡量生酮 而你可以的話 一個月斷食一次三天 是一個很好的清理 那你就算你沒有辦法 一個月斷食三天也好 你三個月一次 半年一次 都是對身體很好的 而平時 剛才提及過的 Powder Arco 還有 Hibiscus 我打算放在我店裡 是一個抗流的 組合 這個壺 杯 Hibiscus 還有Powder Arco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就是 Echinacea 紫醉花 但不好意思 讓我用完 所以大家如果要的話 可能要等幾天 還有椰子油 椰子油 也是那句 我絕對知道你們會找到更便宜的選擇 但為什麼我會選擇這隻油 因為它是玻璃瓶 玻璃瓶 玻璃瓶 代表它裡面不會有素化劑 OK 第二 這個牌子是做善事做功德的 它是幫助那個島嶼上面的女性 能夠自力更新 還有小朋友會有這個教學機會的 是100%的收益全部回歸回來的 所以我會支持這個牌子 當然你們可以去找其他牌子 但值得一提就是 之前有一個很大的牌子 叫NOTIVA 是被驗出來的 裡面是有芝芽物質的 OK 不好用 不是玻璃瓶 所以如果你們有經過上來 我店裡看過 你會發現我所有的油品 即是油 不論是紅棕綠油 椰子油 橄欖油 或者MCT 全部一定是玻璃瓶裝 玻璃瓶很麻煩 我們運送過程裡面 一定會爆 流到到處都是 還有你的損耗率是很高 但是對你們來說是安全很多的 OK 所以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乖請你們 不要再發訊息去917-2922 不要發訊息去 因為我們不回覆那邊 好嗎 明天的生童同學會 便會禁止 因為我 痊癒了九成半 但你聽到我的腦 還有一點 例如這些英文字 我還沒讀到 我還是有一點點 不太行 所以我想順廢 我們五月 再在最後一個星期 做生童同學會 多謝大家這段時間的包容 給我充足的休息 我的病不是因為我沒有生童 或者因為生童不行 是因為我沒有時間休息 OK 但是很多謝大家這段時間 給我充足的時間休息 OK 有什麼問題 記得發訊息去917-2922 還有最後一提 就是我們麥倫測試那部機 現在已經全面投入服務 但是如果你們想多些時間 不要這麼趕頭趕命的話 你可以發訊息去917-2922 和我的同事確定 預約時間 他就會留下時間給你 慢慢幫你看 慢慢幫你說 OK 這樣就 例如你有什麼關心 關於麥倫 還有怎樣增強你的麥倫 他可以給你很多時間 跟你說你放心 OK 但如果你就這樣 可能經過上來買東西 可能因為他一個女生 他照管其他客人 可能未必可以給你很多 但我們不想 讓你們覺得我們代慢了你的 OK 所以就希望 如果你可以約個時間 這樣會好一點 我們會招呼得好一點 可以沖杯茶給你 和你慢慢談 多說一些關於麥倫的事情 OK 那我下一集 就會講回抑鬱症 OK 還有我會 以後都會仔細去講 其實一個疾病 為什麼要從四個角度去看他 因為 你去看醫生 醫生是不會用四個角度去跟你說 如果你是一個佛教徒 你去法會 你去見法師 法師可能會跟你說 這個是冤親際主病 這個是因果病 你明白我的意思 OK 然後你去找一個儒家士 儒家士會跟你說 或者是麥倫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們本身沒有這方面 融會貫通了 你會覺得很亂 所以我覺得 既然我 熟悉這幾番東西 那我就這幾番一起跟你們說 讓你們知道 你的身體的一個毛病 其實它真的橫跨幾個界面 而那幾個界面 不是 你去吃藥打針 但醫生會照顧到其他界面 如果你是純粹是肉身問題 那當然醫生的食藥打針 開刀會處理到 但如果它還有其他界面的問題 那你就需要其他處理方法 那這個容後我會慢慢說 包括 譬如我知道 你們還未說濕疹 濕疹我會說 但為什麼我會先選抑骨症 先不說濕疹 因為抑骨症的人真的會自殺 所以我真的要先說抑骨症 那抑骨症 我接下來 我已經說了食的 我已經說了食的 我已經說了花草茶 有什麼精油有用 下一集我們會說花精 還有會說什麼 鬼佬點穴的方法 還有我們會說它的能量層面 還有我們還會說它的靈性層面 但是靈性層面也值得提 如果你是基督教人士 你接受不了其他的說法 除了聖經的版本以外 你可能會跳過那一集 因為那一集會專門針對 只是說抑骨症的靈性層面 而這不是你聖經裡面看到的版本 但如果你本身沒有宗教信仰 你沒有衝突意 你又不介意聽的話 就儘管聽 在那件事說完之後 我就會說濕疹的了 好嗎 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那句 Open Mind 接受多些不同的版本 不同的事物 因為當你認為一個版本 能夠解釋所有事情的時候 其實你距離的真理是越來越遠的 OK 好了 講到這裡 就下班了 我又回去繼續睡覺了 OK 希望能夠養回100% 拜拜 好 失敗 不是 有名字 這是 是 是 好 是 有